漆黑的午夜,鬼魅的身影 小镇的一架货站,突发入室抢劫案 镜头画面模糊的身影 警方在海量信息中锁定嫌犯 案情再起波澜 专案组明察秋毫,识破谜团 平安货站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4年12月25日 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 沉醉在上诞夜的狂欢中 而在内蒙多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阿里河火车站的过程 自下漆黑寂静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夜晚 却给阿里河平安货站的朗诏 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2014年12月26日清晨 海拉尔铁路公安处阿里河站派出所的民警 正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是两男一女急匆匆的来到派出所 其中一名年龄看似70岁左右的老人 看上去很紧张 另一个自称是他儿子的人 急切地向值班民警报案 他儿子当初叙述人说他父亲 半夜12点多的时候 被一个犯罪嫌人进货站的值班时 用刀将他笔度将现金一万多元抢刀 值班民警通过仔细询问得知 报案人老赵 在阿里河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平安货站 从2014年6月开始营业至今 生意不错 收入也很稳定 可就在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件谁都没有意料的事情 晚上12点多 一点来钟 具体时间真不太清楚 就一点来钟吧 12点多钟多了 我就躺那儿睡觉 我听着门响下 门响下之后 我喊了一声谁 那么这个人我没等我起来 这人就到跟前了 接到报案后 阿里河站派出所 一边向海拉尔铁路公安处指挥中心报告 一边迅速赶赴现场 进行掀器调查 到达现场后 侦察员发现 货站值班室内非常凌乱 抽屉 柜子 全部都被打开 地上到处散落着零碎的文件和办公用品 除此以外 货站用于存放当天流水现金的保险柜 已经被破坏 里面的一万多元现金 被劫匪抢劫一空 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受害人老赵详细描述了 昨晚被抢劫的全过程 据受害人老赵描述 深夜被破门声惊醒后 还没有缓过神来 就见到一个蒙面的黑影 迅速进入屋内 此时老赵正要起身 蒙面人立即破到床前 并亮出了一把刀 在我跟前拿刀就鼻声 是他那什么 不让我对声 变着声 别动 那我是要钱 我就要钱 在蒙面人用刀挟持老赵 并要求打开保险柜时 面对眼前的情景 70岁的老赵几重生智 声称自己只是晚上值班 并没有获占保险柜的钥匙 然后我说我是一个大经纪 我说也没有钱 我说你钱下半天都拿走了 是不是 我说你不糊涂吗 这哪有钱 他不信 他要我开保险柜 我说我也是打经纪 我说这密码 钥匙我也不知道 就说你要我开 我能开去吗 蒙面人听信了老赵的话 最近用胶带将老赵的手脚捆绑 并把眼睛盲上 嘴巴方伤 随后老赵在黑暗中 听到一阵刺耳的声音 我就看不着啥了 他眼睛缠上了 当时我心是电钻型 他可能就是钻宝挺贵 这个意思 大约半个小时后 瑟尔的响声停止 在战战兢兢中 老赵等待了十几分钟 随后听到蒙面人离开的声音 此刻老赵才响到了桃生 我就把土挣开 就是挣着 把那胶带撑成条了 把那腿就拿出来 因为我打经的时候 我那跟前有个斧子 就这么人就起来 拿到斧子 一样冲外 把他手挣开 老赵凭着感觉 找到了平时放在值班师角落里的斧头 将手上的胶带在斧刃上蹭断 私下缠住双眼的胶带 我都吓懵了 只有你经历了 你知道了 这个滋味 你才感到很厉害 你可别提 那个腿始终是嘚叨的 那个滋味 你真是没法承认 惊慌中的老赵 头脑一片空白 最近 拎着斧头 离开了平安货站 回到家中 一直到天亮 才从惊吓中恢复过来 在儿子儿媳的陪同下 到派出所报案 可当办案民警询了老赵 当晚吃刀抢劫的蒙面人的皮帽特征时 老赵却表述不清 只是隐约记得蒙面人大概的衣种 他戴着这套帽 就留了眼睛 一米七十多个 一米七十多 穿着这米黄的伞 像军人穿着衣服 那样的衣服 侦察员一边向受害人老赵了解情况 一边进行现场勘察 然而遗憾的是 通过对现场仔细搜查 侦察员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线索 原来由于作案的蒙面人 戴手套实施作案 现场除了作案人 留下一枚足底痕迹 和切割保险柜时 遗留的细小纤维 及剩余胶带来 并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品 他把整个办公室 翻得是一片狼藉 非常乱 据被害人反映 他这个人全程都戴了手套 对于就是留下一些价值 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非常的少 就在这时 老赵猛然响起 平安货站内部装有监控系统 并且可以监控到蒙面人作案的区域 然而 当侦察员要去货站值班室内的监控录像时 意外却再次发生了 正常的话是那个办公室内有一个监控录像 他把那个发生这个监控录像的那个机顶盒 存储设备 那个给拿走 盲面人的这一举动 让所有在场的侦察员都感到非常惊讶 我很惊讶 我感觉他这个一定是这个心思非常枕密 而且当初我感觉是这个人就是本大心细 平安货站位于阿里河火车站附近的中心地带 深夜发生迟刀入室抢劫案 瞬间在全城传台 此时正值2015年元旦前夕 这给负责侦办此案的海拉尔铁罗公安处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漆黑的午夜 鬼魅身影 小镇的一家货站 突发入室抢劫案 上千份客户信息 警方如何筛选可疑人员 海量模糊的视频监控 侦察员又将如何辨认 平安货站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26日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铁路公安处阿里河站派出所 接到平安货站老赵的报案 称一蒙面吃刀男子 深夜对货站进行抢劫 被抢现金一万多元 阿里河地处大兴安岭覆地 平安货站抢劫案件发生在严重碎幕 这起案件的发生给当地铁路公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街坛相依 妇孺皆知 一个三万多人的小镇 发生这件事情 应该是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太大了 甚至说可能影响到当地百姓的一场生活 本来这个地方很小 出现这么大的案件 这个确实产生的应该是轰动性的效应 我们也特别惊讶 尤其是这么多年来 这个地方这个阿尔克镇 没有发生过这么恶性的案件 我们就感觉这个犯罪分子 确实十分嚣张 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将此案定为2015年第1号独办案件 并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全面侦查 专案组从现场勘查的结果分析 平安货站值班室内的屋门 并没有像正常货门一样上锁 而是简单的用尼龙绳进行栓剂 案发当晚 杰匪也正式从屋外用刀将尼龙绳割断 最后入室抢劫 这一细节让侦查员敏锐地查局到了反常 这个是非常一个小的细节 如果正常的话是这个门是锁紫的 或者是挂锁头的 锁上的话 他只带了一个刀 一个匕首和一个角膜机 他是打不开这个门的 他知道这个门 是用绳刷子的 所以他能进去 所以他才过来抢劫 根据这点 我们判定 嫌疑人事先或者近期应该到过货站 而且知道这个门是尼龙绳鲁 结合室内监控主机被盗这一现象 侦查员判断 反对嫌疑人很有可能事先到过并且进入平安货站 甚至对货站内的安防系统进行过前期侦查 在精心策划后大胆实施了入室抢劫 专案组针对这一线索 对货站内的员工和近半年来出入货站的客户展开调查 据查 平安货站内一共有七名工作人员 除受害人老赵白 还有一名女会计 两名搬运工和三名专门送货的人员 他们是对平安货站最熟悉的人 倘若他们其中有人内外勾结实施抢劫 非常容易下手 但是在对货站员工全面调查后 警方很快打消了一路 从社会关系 家庭成员 现实表现 包括他接触的一些 就是一些人的朋友圈 也都查否 就是说这个案子跟内部员工 没有什么联系 也不存在内外勾结的 问题 与此同时 侦察员调取了平安货站 自进入12月以来 所有客户的流水单 试图从中找到 有作案嫌疑的人员 对货站近期的取货人员 按照指挥部的要求 从12月1号到12月26日 所有来过货站取货的人员 进行了梳理 总共是1813人次 因为这个就是说业主要重复购买东西 最后我们的合计统计是170人 所以说我们就针对的170人取货人 进行调查 在对货站内部流水单进行缜密分析的同时 另一座侦察员试图调取平安货站周边的监控录像 从监控记录中查找劫匪留下的影像 然而事实却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我们当时在调取监控视频的时候 因为当地当时天网工程正在调试 整个阿里河镇公安机关安装的监控视频 基本就是可以看的 基本很少很少 就是可以依靠的 无奈之下 侦察员只能调取以安发现场为中心 辐射到周边道路企业商铺的安防监控录像 然而汇总起来的结果 却给侦察员的调查造成很大困难 一共调取了33个单位上架66数视频 一共是总共时长是1000余小时 大小是310个G 视频的质量太差了 首先解决时间校对是最大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视频和那个视频相差一个小时 或者最长的相差32个小时 由于监控视频的型号规格不一 影像上存在着很大的时间误差 而且视频的调取解码纠错及格式转换难度较大 面对1000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 侦察员开始了大海捞针一般的搜索 眼睛都观照 那种煎熬 就是啥呢 怕让人出来 害怕 害怕 就是说得看不着 因为影像非常末朴 办案民警经过近24小时的时间进行比对查找 终于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处视频中 发现了一个模糊的深夜 漆黑的午夜 闺蜜的深夜 小镇的一家货站 互发入室抢劫案 警方从海量监控视频中 查找可疑人员 人车关联 最终犯罪嫌疑人 浮出水面 平安货站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26日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特路公安处 阿里河站派出所 接到平安货站老赵的报案 以蒙面吃刀胆子 深夜对货站进行抢劫 被抢现金一万多元 这起案件 引起了海拉尔特路公安处的高度重视 被列为2015年1号不办案件 立即成立装案组 从货站员工 流水 以及周边监控录像等方面 展开调查 终于 在调取了案发周边 10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后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了 我调到我的 那个自己用的电脑上 看着看着 我去看一会儿人影 就是反复看着几遍 我就喊 我去说让他来看 这个人应该像 跟前都没人 这个人往里拐了 这一发现 令专案组所有人 为之一阵 在距离案发现场 约400米的 一个监控视频内 2014年12月26日 零时27分17秒 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某单位西侧的活动里出来 静止往平安货站的方向早去 但就在随后 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星空画面 再也没有任何影响出现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盯手一个小时以后 那个模糊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设想头内 分析这个案情说 就说的 他做案怎么一个小时 连来来去 因为他还在跳墙 还在到那个 到里头赶 这个就是外归 他在用一个小时 完了就这么长时间 真就是到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人出来了 那么这个人 我们看 这个与先前进入这个 这个相口的人 有相似之处 但是都是这个 画面的 这个这个 很差 画面很差 但是也是经过分析 经过这个 接到其他这个辅助的 这个视频来综合分析 应该是同意的 监控画面中 反复出现的黑影 让所有侦察员兴奋起来 面对新的线索 中栏组决定 立即扩大搜索范围 继续寻找 沿途监控录像 查找这个 神秘黑影的 行走路线 就两头开始 延长这个视频时间 再继续看 就那个 那个时间 就是 我咋说呢 有一个发现 哪管发现 一个苍蝇飞过去 就是一个狗 跑过去 我们都有记录 狗眼睛一晃 就是那个 在路箱里 狗眼睛一晃 我们都有记录上 就是说过去狗 这头过去狗狗 看那头 这个狗 是不是说那头过的 说答案呢 侦察员将所有监控视频 进行整理 重新排序 利用靠近平安货站的 七个监控探头 最终将这个 神秘黑影的行动轨迹 清晰地还原出来 监控画面显示 2014年12月26日 0点23分43秒 神秘身影 第一次出现在 某单位的西侧火董 由南至北 走到向阳街 然后行走500多米 至0点27分17秒 进入向阳街 通往平安货站的胡同 一个多小时后 也就是凌晨1点31分03秒 犯罪嫌疑人 由平安货站的胡同出演 到向阳街后 反向行走500多米 凌晨1点35分25秒 转入某单位西侧火董 最后消失在画面中 并且侦察员可以隐约看到 视频中这个人 由平安货站胡同出来后 左手多了一个袋子 而在他进入货站之前 两手拱空 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这个画面比较清晰 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嫌疑人来的时候 是空手而来 回去的时候 手里敌了一个类似踢兜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场被抢的 其中有一个硬盘录像机 硬盘录像机的尺寸 和这个包的尺寸 和这个兜的尺寸 拎兜的尺寸 基本相符 所以我们基本盼定 这个人就应该是做完人 专案组经过缜密分析 确定这个神秘的身影 很有可能就是 深夜抢劫平安获占的犯罪嫌疑人 侦察员立体兵分多路 在电力部门的配合下 到神秘黑影消失的胡同 进行走访调查 因为这个时候 这些案件在阿蕾河就飞飞扬了 就全程皆知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公安机关直接入屋派查 这个效果可能要不好 所以说当时我们要求 电力机查配合们 以查店的名义 对周边的居民进入外厂 然而 当侦察员在对这条胡同 进行排查时 却发现 这里属于拆迁区 胡同内的住户 大部分已经搬走 仅剩28户居民 而在这条胡同的另一端 有一条小路 可以直接通往平安获占 倘若嫌疑人在这里居住 根本没必要绕着弯的走大道 至此 案件陷入了僵局 当每件案子陷入到僵局的时候 我们的行话就是 回头看 重新梳理 重新梳理这个案子 哪块有漏洞 之后马上弥补 将来我们搞定如此 专案组重新调整思路 并再次回放案发时间段的监控录像 试图从中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侦察员按照视频中黑影消失的方向 将视频监控的调矩范围 延伸至中心现场外围三公里 很快 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台车 实际这台车出现的时间 也和这个嫌疑人从这个工商局胡同出来的时间 随时有时间有误差 但是感觉这台车很可疑 侦察员发现 案发当晚0点16分 一辆白色轿车 驶入了某单位西侧的胡同内 随后过了8分钟 胡同内闪烁了三万两块 共五下黄色的灯光 32秒钟后 嫌疑人走出了胡同 先非常有频率的闪了三下 然后后来间隔了一段时间 又非常频率缩小了 闪了两下 我们对这个灯光是这么解读的 第一次的三下应该是他开车门 他从汽车当中走出来 然后把车门关上 第二次的间隔非常短的两下 我们对他的解读是他用阳光器把车门锁上了 侦察员继续调取犯罪嫌疑人 走回胡同后的监控录像 随即又有发现 他进去这个胡同里面 28秒以后 这个车的灯再次闪 还是先闪三下 慢慢闪三下 快闪两下 根据这个车有 短天这个人 他就是上车下车 他这个车有一个 就是所有开车的车都有 这个一开叫门的闪灯 证明这个人进去之后 车闪灯了 那就是他的车 这一发现让所有侦察员看到了案件的希望 显然 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驾驶 警方分析 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走进胡同 开车门时 黄色的灯光再次闪起 24分钟后 这辆白色轿车驶出胡同 一路向北 消失在夜幕中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 把这个白色轿车 和这个分子分子联系到了一起 这个车一定是他开的 专案组立即找到专业人员 对这辆白色轿车的截图进行反复辨认 最后判定 嫌疑车辆为某型号的轿车 而在车管所的记录中 这种白色小轿车 在阿里河一共只有两辆 那就是开出租车的李某 和经营汽车修理生意的房某 专案组分析 需要尽快了解这两位车主的情况 确认是否具有作案嫌疑 漆黑的午夜 鬼灭深夜 小镇的一架货站 突发入室抢劫案 影像筛查 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证据确凿 案情再起播了 警方明察秋毫 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 平安货站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26日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 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阿里河站派出所 接到平安货站 老赵的报案 一蒙面吃刀男子 深夜对货站进行抢劫 被抢现金一万多元 专案组调取了 100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 终于查出画面中的神秘黑影 和可疑白色小轿车 确认白色轿车的车型 在阿里河境内只有两辆 使用人分别是 出租车司机李某 和汽车修理厂老板房某 专案组立即对两人 展开了调查 发现汽车修理厂老板房某 与平安货站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某某从咱们平安货站 内部调查组 反馈情况是 他在12月24日 也就是在案发头一天 中午上货站取货货 而案件发生就在 12月26号凌晨 也就是案发前的前一天 他还到平安货站去取货 所以说他通过这个 种种迹象 包括通过分析 他的嫌疑是非常大 至此 房某的作案嫌疑迅速上升 侦察员开始对房某 进行秘密调查 将监控视频中的身影 与房某的步态 身形 以及他所驾驶的 白色小轿车进行比对 发现 监控视频中所有的特点 都与房某基本合作 并且在对房某的经济状况 进行调查时 也有了新的线索 通过看他的车 他的车每次上车 下车 锁车的时候 这个灯光闪烁的频率和次数 跟我们监控视频中 那个白色轿车 灯光闪烁的频率次数 一模一样 他和人合伙开 这个板凌洗油理 也是很不景气 而且他俩人开这个车面馆 年底的需要交租金 还有一万多元的缺口 那么这些东西都反映上来 所以我们这人急于用钱 这也符合这个赚钱 这个心理科幻 相同的车辆 相似的步伐 以及个人经营状况 不景气 所引发的犯罪动机 中安组经过仔细分析后 决定立即对房某实施控制 并依法对其居住的房屋 进行搜索 很快 侦察员就在房某家中 发现大衣 小磨机 匕首等作案工具 然而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房某却失口否认 自己在案发当晚 去过平安货站 我们问到他 就是12月26号的凌晨 他干什么去了 他很痛快地就说出了 他12月26号凌晨 跟他的一位朋友在一起 开车在阿里河镇 转一边转一边聊天 而他说他所开车行走的轨迹 行走的路线 跟我们先骑掌握的先骑车辆 行走的路线是一模一样 但他拒不承认去过平安货站 专案组根据之前掌握的证据 判断房某为了逃避打击 有撒谎的嫌疑 然而 当侦察员找到房某所说的朋友 王某时 王某的回答 更出乎侦察员预料 圣诞节的钱我俩确实在一起合作了 喝完以后开车我俩都疯了 然后后半夜两点多把我送到家里 这过程说的很加急 客当侦察员询问到具体日期时 王某却无法肯定 究竟是案发当晚还是前一晚 在侦察员反复仔细的询问下 王某终于想起了一个细节 当一回家的时候发现 自我上放一个苹果 平安夜嘛 孩子 给着父母 包个苹果放在桌上 他当时很感动 手机拍了一张照 然后上边微信 微信的时间有 最后我们拿微信的时间一看 25日的凌晨 那就不是26日凌晨 很显然 方某有预谋的作案 在案发前夜 约上朋友王某喝酒 利用王某因常年酗酒 记忆力不好的弱点 混淆世界概念 巧妙地给警方设置了一个谜局 当侦察员用确凿的证据戳穿方某的谎言 方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对自己想接平安货战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据犯罪事实 变得紧张 在日常取货 进货的过程中 他看到平安货站每天渐渐流较大 但货站属于防范 也没有安装门锁 所以心生胆念 东西兰入室抢劫的念头 除此之外 方某在实施抢劫的前一天 约朋友王某去喝酒 试图利用王某记忆力不好的弱点 混淆警方视线 造成不在场的假象 在方某的供应下 侦察员在其家中 找到了平安货站丢失的监控硬盘 侦察员将其还原后 方某的犯罪行为全部呈现 监控画面记录了犯罪前一人房某 在进入货站后 用匕首逼着受害人老赵 打开保险柜 但在老赵声称自己没有密码后 犯罪前一人房某 是用胶带将老赵捆绑 用事前准备好的角摸机 将保险柜锯开 抢走保险柜内的财务后 将监控器主机一并拆走 在进入川行的胡同时 方某担心周边的视频监控暴露行踪 在车内停留20多分钟后 才开车离开 我敬畏他们 真的 那么老远来 三十多人 不希望 还赶上元旦 是不是 啥子破了 我真感谢他们 也不破 我比这恐惧还挺多 我怎么哪天说 这小子还找过来 你是不是 我敬畏他 我挺佩服他 这起案件之所以发生 应该这么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企业啊 那个管理漏洞派法 包括单人值班 包括物房计房的设施 这个全都不通 所以给了这个作案人 可乘之机 尽管犯罪嫌疑人房某 精心策划了一场 深夜入室抢劫案 但是 办案人员明察秋毫 在监控探头 不足道的画面中 寻找蛛丝马迹 使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终究难逃法律的制裁 确保了当地老百姓的 和谐生活 为平安获战 保平安